手游酷玩 每人先抽一次 活动期间邀请好友点亮拼图 好友其实登陆游戏后可点亮一块 每人好友随机点亮 不会重复点亮同一块拼图 每位玩家每天最多接受两位好友的一个点亮 每天最多可以帮助三位好友点亮两次 每位玩家最多可以帮15位好友点亮 该活动极限于跑卡车车官方净速版 注册用户用户参与 录入账号前提示 录入账号前提示 活动期间的任何玩家只能参与一次 领养角色以绑定角色为准 奖励将发放至绑定角色的游戏内 今日登陆游戏状态如有延迟 请耐心等候 如果说页面遇到刷新延迟 请剪辑返回游戏后 揭入活动页面再次刷新 本活动内抽中永恒永久 翡红刀锋的车友 领取后需要重新登陆游戏 才能参与所有翡红礼遇活动 他说的这个翡红就是 该带我说的这个叫什么 尖峰地狱火 这个车的名字叫做翡红尖峰 抽的一个传说车 其实目前带我这块也不是永久的 我这边看了一眼讲池 天浪30天 圣志队GT散15天 光明骑士15天 这个是赛博爆裂30天 拉特亚特拉斯30天 然后还有就是翡红尖峰永久 这个东西大家就是如果说没有好耳的话 就需要我帮忙的就加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也是算是免费得的 还有一个就是活动期 活动期间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 签到活动吧 在5月6号开始到5月20号 它是后更新的 送的是修理工一审 但是大家得是5月6号 5月9号 5月9号之后得登录3天 5月6号得登录2天 然后5月14号得登录3天 才能领全省 然后外加是388加188的一个库币 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活动 5月1号的5月份的一个活动 但是我在录完这个视频可能过了 就是用酷币 用这个点券去兑换酷币的这么一个活动 是一个酷币兑换券 还有一个呢就是出了一个现实的这个车 叫做黑喜事流广 这个东西大家自己想吧 这个要不要丑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逐行者月息的一个喷气的一个彩蛋 这个东西感觉没啥用 在活动期间呢 它会给送你一个叫做至今启动器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消耗这个东西 它会给你这个能量水晶 能量水晶会给288加688加1388加2288加3888 这个挺多8的反正是 然后呢还有什么每日对局的这个活动 总体来讲吧 其实我个人给我的一个体验 就是在活动期间 其实活动还是蛮多的 这个无论说大家感觉有用没用 反正我感觉官方能做的事情也就这些了 然后如果说大家想玩的话就想去做这些活动吧 你就得稍微去赶一点 但是我感觉赶的不会特别多 然后现在还有最主要的一个活动 就是这个新赛道挑战 新赛道挑战呢 会给大家一个叫做橙色清律币 橙色清律币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就是类似于抽卡 你就是参加完这个活动 然后每天能拿两个 第一个是参加新赛道多人对局 第二个是新赛道票率3000米 然后还能给时间杀漏 时间杀漏是一个永久性任务 一个是多人对战5次 还有一个就是气质赛 2分25秒内完成路易的玩具 这两个人物不算太难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做一下 因为我感觉活动还是蛮不错的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的游戏能源是黄金车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